2015台北燈節在花博園山公園登場 今年有別一望 首次將主燈驚喜羊結合演出 配合反光材質和音樂律動 讓民眾擁有雙重的視覺享受 更將傳統元宵節猜燈迷的活動 巧妙結合科技 使用手機APP猜燈迷 不用排隊不用手抄 線上搶答就比誰的手腳最快 你可以透過智慧型手機 到下載我們的APP軟體之後 那我們會把這個燈迷題目 就直接揮播到你的手機上面 那你就可以在你的手機上面去作答 燈會的現場 我們有兩台觸控的螢幕 裡面也有燈迷 那你只要都用你的手 在觸控螢幕上面把燈迷抓下來 放到你的手機裡面 你也可以去猜 還有這個傳統祈福 是把文字寫在紙上 今年台北燈結祈福卡大有玄機 拆下中間的紙卡後 您會發現背面藏有QR Code 隨時一掃都能把神明公仔帶在身邊 不過傳統的DIY樂趣還是最無法取代 許多民眾大排長龍搶著自己的燈籠自己做 大家隨機的那個樣式都不一樣 對 那今年是羊年有沒有想要做一個羊 有啊 可是因為拿到的是青蛙 做了一隻嗎 可以跟我們看一下嗎 你花了多久的時間做了 半個小時 今年台北燈結還特地規劃了羊年主題區 讓民眾感受喜洋洋的氣息 也有來自各大專院校的傑出作品 不過智慧新科技結合元宵節傳統 才是讓民眾最印象深刻的新創意 中央社記者張志燕 張雅婷特別報導